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要按时的睡觉早起加强锻炼 比如说不能生气 我们都说嘛 老百姓都说怒则伤肝嘛 就这个道理 其次要从饮食方面要更加注意 像饮酒是绝对不允许的 辛辣刺激的饮食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么在这些之外 要应用药物 当你出现了肝区的不适的时候 就要应用一些药物去治疗 那么根据你的转胺酶的情况的表现形式 数值的高与低 来选择不同的药物去应用 那么用药呢 我们根据转胺酶的数值的高与低 来判断严重程度 轻还是重 选择两种药物合用 还是单纯一种保肝药物就足以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